一个六十多岁的一个男性病人 出现了一个症状就是背痛 就是腰部这个地方 非常明显的一个疼痛 左边的一个腰部明显疼痛 这个临床的医师 局部在跟他敲一敲的时候 哇 这个疼痛会更明显 所以我们跟他敲击 那个背部的那个点的时候 为什么牵涉到 这是横切面来看的时候 这是膀胱 这两个髋关节那个地方 这是表示我们在骨盆的附近 这个塑料管这个地方 有一个这么大的一颗石头 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意思就是说这是肾脏 疏尿管 膀胱 在这个底下的这个地方 就是在骨盆这附近的时候 这个地方有一个石头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卡住的结果 那引起的疼痛 当然是不在话下 造成的一个影响 血尿 贫尿 疼痛 这是典型肠出现的一个症状 所以这个从正面来看的时候 这个石头就在这个位置 那你说这个照 光照得出来 照不出来 很多都照不出来 所以现在医疗是确实进步很多 你如果照不出来 以前我们还必须要打上静脉 然后再打上咸饮剂 然后再透过它的一个分泌 在肾脏的地方 要分泌出去 要排泄出去的时候 可以看得到局部在这个地方 有阻塞的状况 现在进步很多 直接在那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它有问题的一个点 是在哪里 那同时再可以看到它肾脏 在肾脏本身的一个变化的时候 这个肾脏这个地方叫肾鱼 在这个地方肾鱼 也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尿液 透过这个地方 集中到塑尿管这个地方来 肾鱼两边比较的时候 这边比较正常 这边有一点点扩大 所以意思就是说 塑尿管结石在这个地方 卡住的结果 上面不通的结果 那肾鱼也会变大 那肾鱼变大 大家说有什么关系 反正不影响肾脏 那长久也容易造成感染 或者是对肾脏功能 也会有些影响 所以这怎么去处理 这个开刀的问题 就是透过膀胱镜 这是膀胱镜进去以后 可以看到 这是膀胱里面的一个状况 然后再找寻 这个膀胱镜进去以后 找寻塑尿管 跟膀胱胶口的那个地方 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找到那个胶界口 然后再从那个胶界口进去 就是小小 这是塑尿管 所在的一个位置 然后到达隐约之间 就可以看得到 这里面 这个是有石头的一个位置 这是石头 所以它可以用一个东西 把那个石头夹住 夹住以后 再用一个局部 可以跟它打碎的 不管是镭射也好 或者什么样的一个 震波也好 把这个地方打碎掉 打碎掉以后 大部分的石头 就可以排出去 如果还有一些 剩下比较小块 再给它夹出来的一个状况 然后完了以后 不是这样就完 它还要放一个 这样的一个管子 再从肾脏 到膀胱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这样子 因为怕疏后 这个地方 它可能 我们在局部这个地方 给它处理 那个地方可能会肿 这个空间很狭小 如果它肿了 又不通 那这个病人的一个排尿 就会发生问题 所以放一个这样的一个管子 所以进步很厉害 这放那个管子 竟然就在那样的位置 可以放上去 拿出来也是直接从膀胱 可以拿出来 所以医疗确实是 进步蛮大的一个状况 好 好 感谢观看